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意味着他们将从18轮开始回归正常的U23新政 本次U23国家队集训有27人参加8月5日与马来西亚的热身赛 U23国家队先后有19人登场 8人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按照计划 U23国家队还将在8月9日与伊朗队热身 不过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 国家体育总局提前公布了最终的20人参赛名单 名单如下 门将 李正梅州客家 陈薇上海上岗后卫 刘一鸣天津选建 邓涵文广州恒大 胡锐宝广州恒大 刘阳山东路能 李海龙山东路能 高准义和北华夏幸福中场 唐诗广州恒大 曹勇进北京人和 陈哲超山东路能 姚军胜山东路能 南宋韩国傅川 张源 贵州恒风 陈滨滨上海上岗 何超长春亚太前锋 韦氏豪北京 郭安 冯博元 辽足 黄子昌江苏苏宁 张玉宁荷兰海牙落选的七名 球员分别是门将周恒辰山东路能 后卫徐游刚上海申花 后卫黄正宇广州复立 中场从镇上海申花 后卫龙城河南建业 中场张华晨上海上岗 前锋八顿北京郭安 这七人应该会在8月9日的热身赛后离开U23国家队 重新参加中超联赛的比赛 因为亚运会名单的调整 路能 恒大 上岗至少有两人被争调 所以未来的比赛依然可以只用一名U23首发 国安人数减少一人 每场比赛U23登场人数要比外援少一人 深花 由于两位U23国角都没入选最终名单 他们每场的U23登场人数将和外援持平 回到原先正常的U23政策 此外 富力 监也也没有球员进入20人名单 所以两队也将回到正常的U23政策 U23国家队的主帅是李皮的助手马达洛尼 亚运会期间 李皮也会现场督战 亚运会小组赛 中国队与阿联球 叙利亚和东地本分在一个小组 球队的目标是拿到奖牌 但第一目标是小组出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